哈喽,大家好,我是BBS 今天终于可以开始继续更新拉斯维加斯的Vlog了 这一期会是美式汉堡主题 我们会挑几家拉斯维加斯的餐厅去做汉堡大测评 我们第一家选择的就是In-N-Out 那也是加州非常科普问的一个汉堡品牌 那它最有名的呢,就是它的肉和它肉是不式冷冻的,是新鲜的 然后呢,它还有很多6奶油 那在它的这个,可以看得到的买牛里面呢,只有三个汉堡 那其实呢,你可以自己搭配非常多种 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它会有animal style fries 我们先来试一下薯条 它薯条其实挺细的也,然后蘸点酱 嗯,如果是不蘸酱的话的薯条 我个人觉得酥酥啦 就是有点干干的,不会非常脆 加上酱的话就不会好吃很多 加上酱的话就不会好吃很多 然后再蘸一个吃多一点 加上酱的话会好吃很多 不过如果你喜欢吃比较炸的比较脆的硬的薯条 其实可以去跟它说你要一个 well fried的薯条 它就会炸比较干一点 我们的这个呢,是标准版的 然后我们再来试一下 这个是我的,cheese burger 说不上来有很好吃耶,我觉得还好 让我再咬一口 我觉得跟Burger King差不多耶 就是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好吃,我对人认为啊 然后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奶昔 这个奶昔很稠耶,要用很大力才能吸起来 这奶昔我觉得不错啊,然后呢 都是喝起来太费脸 奶昔还真的不错,就是会有点甜哦 我们整个套餐呢,一共23刀 那它薯条呢,是觉得还不错啦 那汉堡呢,还可以 就是肯定是要比素食店的要好吃 但并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 所以我给它评价是搜搜 那它这个奶昔呢,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会有一点点甜 那整体的话可以 可以推荐大家来尝一下 这个animal star的薯条啊,我以为是 虽然它是隐藏版的菜单嘛 但我以为大家可能都知道 结果呢,我们在吃的时候 隔壁的老外游客 他就有特别来问这个是什么薯条 所以可能也推荐大家 可能准备的时候也点击法 试试看 居然有人坐在拉斯维加斯的太阳底下吃in and out 我们第二站呢,就来到了lobester meat 它算是一个外源选手 因为它不是标准的汉堡 不过呢,它也是面包加着馅嘛 所以我们也把它归为汉堡以内,来PK 我们点了两款 一款是May,一款是Connecticut 然后呢,我们有把 升级为一个升级为炒达汤 然后这个是要加钱的 然后另外一个升级为 好像叫什么Crab Fries吧 看上去就像薯隔一样 这一份呢,是May 然后我把薯条升级为 应该是薯隔吧 它也是Crab Fries 然后这边呢,里面是白菜加Pickle酸黄瓜 那这一份呢,是叫Connecticut 然后我们升级成炒达汤 我们先来试试一下May 先挤一点柠檬 这个还不错 但是呢,怎么讲 它是不是热的,它是冷的 因为这个肉是冷的,我以为它会是热热的 然后面包呢,它烤的脆脆的 它龙虾的量其实还是非常多的 然后我们再来试一下Connecticut 它好像龙虾更明显耶 你看一块一块更明显 这上面是有葱花的 然后之前的May呢,它是酱更多一点 我觉得这一个呢,它口感更清爽一点 因为是直接好像是吃龙虾本身 那这一个呢,它会更cream一点 因为它加了一些酱 我个人感觉我还蛮喜欢吃这个的耶 就是可以吃的比较纯粹的龙虾的口感和味道 这个Connecticuticut里边 它居然我还能吃到龙虾的那个虾膏和虾黄 我不知道是虾膏还是虾黄 反正就是这一类的,就是很好吃 而且它是肉的 推,大推 那我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一餐的价格 那我们一共点了两份套餐 然后加上两份可乐 对,可乐是要另外加到JINK 它是互含在套餐里面的 那一共呢,我们是69刀多一点吧 大概70刀不到一点 那其中呢,还包含了5%的小费 它其实,它有个机器如果刷卡的话 它会问你是不是要给小费 那我就给了5% 其实呢,像快餐店这类的 是可以不用给小费的 这是我们汉堡大侧品的第三站 Egg Slut 那这个呢,是非常非常网红的一个品牌哦 这次呢,我们点了3个 它们比较有招牌的汉堡 这个呢,是cheese burger 这个呢,是sla salad burger 这个呢,是sla salad burger 这个是delga burger 是最贵的 那这个就是最有名的sla 它里面呢,是土豆泥 然后上面加了一个蛋 它汉堡大小差不多是这样子 那面包呢,是比较厚的 然后里面的蛋呢,它是 那种半凝固的 就会蛋液会流出来 应该会非常好吃 现在来尝一下是什么味道 第一个我先吃的是cheese burger 哦,其实在里面呢 看已经融化了 你咬了 好吃的 它真的是非常juicy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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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一年到较好吃很多耶 而且它的肉啊 就不是干干的那种 也是很juicy的 祭司的味道非常地浓 好吃,推荐 这个呢,是sla salad sandwich 那它里面呢,是有蛋的 这个蛋感觉也很好吃耶 那不知道有没有比日本的 就之前我们有推荐过的 超市的鸡蛋三明治好吃 然后这个应该是芝麻叶吧 我猜是这样 它蛮好吃的 我再咬一口 因为我想吃一下 里面的那个鸡蛋跟日本的 到底有什么区别 好像跟日本的不一样耶 它里面的鸡蛋是会更多有些调味 鸡蛋的味道反而不是非常的浓 但总体来说是真的好吃的 也是可以煎哦 这个呢,是goucher 然后这个呢,是牛肉耶 然后里面呢,也是一层蛋 蛋上面还抹着酱 试试看 所以这个我觉得还好 可能吃肉的人会喜欢它吧 因为它的肉真是真真实实的比较扎实 但是口感上我觉得没有之前的那个 鸡蛋的鸡蛋的鸡蛋 还有鸡蛋的鸡蛋 我觉得酱品之下还好 这个就是鼎鼎大名的鸡蛋 据说超好吃 所以我现在来试一下 用面包去蘸它 它上面呢,就是半熟蛋 然后下面就是土豆泥 好险哦 面包本身很干耶 怎么那么甜 等一下 这个本身是好吃的 就土豆泥混上那个半熟的蛋液嘛 超好吃 让我吃一下这面包 是问题出在面包上 面包真的是太干了 也比较吃 但吃这个就OK 我们今天来到一个Navis的快餐 像快餐店吗?好像算哦 不是原本没打算要拍摄吗? 然后我们点的是一个hamburger 然后一个pancake 结果发现 hamburger居然比英年好吃好吃太多了 它呢,可以单点 也可以点那个早餐的套餐 但我们原本想做个套餐嘛 但想美国的量好像应该挺大的 所以就单点了 结果果真是要单点 你看 那个pancake的这个量 就那么大 这个是单点的量哦 如果是套餐的话 它还会加上鸡蛋啊 还有是什么 鼠 鼠腿好像是 还有黑羹 所以量真的很适合啊 首先哦 它非常的大 然后呢 它很juicy 就我一拿起来 它的汁水就往下滴 大家来试一下 而且是热的 因为英年到做的事的时候 汉堡丁凉了 里边的肉啊 它有点英年到 是要juicy一点 就那个英年要做 我觉得有点干 味道真的 味道真的 就不太好 第一次觉得 我这个餐不够吃耶 这个量有点小 这个是road点的汉堡 量挺足的 然后他跟我说 因为我点的是早餐 酒店餐厅的hamburger 还是挺好吃的 因为我的量太小了 所以呢 我们决定再加点一个sandwich sandwich也还不错哦 这个是我们最后一架汉堡挑战啦 shake shake 但是呢 我们并没有包很难清了 来定时看一下 尝一下 到底能看 那边的鸡肉 是否是有没有 我们可能还要去吃 这边的鸡肉 是有没有 薯条我们就没点 因为中午我们吃的那个套餐里面也有薯条 所以我们就不点了 那又点了一个他们的新品 这个是黑芝麻 shake 应该会好的吧 好 开始测试 我们先来试一下那个milk shake 因为有陪伦我觉得它应该是smoke shake 那我们现在它先放上去是热的 因为E&O要好 那E&O吃得上是新冷的 我觉得它起司的味非常浓 因为它起司很厚 然后它的牛里面的牛肉呢 算是猪子的 但是真的是不鲜了 如果不鲜的话应该还可以 但是它真的太鲜了 然后我们再来尝试一下这个lou shay 我觉得lou shay应该就比lou shay很多那个 培根吧 我觉得那个培根比较多 这个如果就是它没有培根吧 我就觉得味道真好 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我觉得它比较好气 那我们再来尝试一下它的黑芝麻 shay 吸不上来 真的吸不上来 我九牛奥索之力就吸上来一点点 它非常的稠 然后有非常明显的芝麻味 就是 怎么讲 我觉得还是蛮 口感还是蛮香的 就是它太难吸了 可能要等它们坏一下吧 但是还能接受 那吃过了那么多的 我们吃的hamburg 和sandwich 那我心中 Top 1呢就是lou shay 它的口感啊 味道啊 确实是最好的 那其次呢 就是我们住的餐厅的一家饭店 叫overlook girl 它的sandwich也是挺棒的 那像一些比较知名的美式的品牌 像in and out shake shake 还有exelub 我其实个人觉得都是嗖嗖 不过呢 在美国住了一段时间的朋友跟我说 他之前也不是很喜欢吃in and out 但是 因为在那边住了十斤走了 习惯了当地的味道之后 他就觉得in and out 很好吃 还有呢 我的朋友也在洛杉矶有吃过in and out shake shake 还有exelub 都觉得很好吃 所以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当地 根据当地的口味做了调整呢 还是什么 我自己的体会就是拉斯维加斯的这几个 汉堡品牌都嗖嗖 不过呢 后来我们又回到上海 又尝了上海的shake shake 觉得要比拉斯维加斯好吃 好 那就是我 这是我自己个人建议啦 大家也可以去品尝一下啦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记得给我转发留言和关注哦 那下次见了 拜拜